五房已经来不及了 李志锦 潮芳的篮板车 场上最矮的球员拿到篮板 潮芳做打的转身后仰跳投 好球 好 李林和郭剑之间的配合 北大清华之间的连线 太低了 太低了 第五次 拔球拔球 好球 老郭 一罚有 两罚中一 伟厉啊伟厉啊伟厉啊伟厉 红队球啊 你从你的位置到中间不行的啊 没事没事没事 红队的球 曹芳 试探布照脸上防 直接干嘛扔一个五 篮板球点出来李志锦 后撤步 step back for three good 二罚中五比分 我爱你 给了个费 宝贝 不方便 哎 不犯规啊 哎 别说 不说吧不说吧不说吧 好球 林哥 犯规举手 不说别的制锦 投篮的犯规罚两次 连罚三个 八比六 曹芳现在领先 李林 通过罚球有机会 反超比分 没关系 李林 慢慢来 三罚两中 比分再次被追平了 快快快 中间报的掩护 拆开漂亮的顺下 定板大帽 郭剑 好球 杨逸 抢得很凶 李林 左手的铁篮 郭剑再抢 连续篮板 藍对球 这个比赛的对抗程度 李林 再拖 第一步 抢得很准 很果断的上篮 再次反超比分 两边都是拼防守啊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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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 小打大 失败了 利用速度吃 成天棒接到了曹芳的基地助攻 十比十 成一掉 曹芳断球了 漂亮 红队的球 曹芳成功地抢断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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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 曹芳这次往另外一侧转 中投也有 为了招式不平的方向 Hobby Bryant 曹芳在和杨逸的队位 还是占优势啊 郭剑 成天棒这个撤板凳很聪明 但还是犯规了 打人 有了 第一个罚球 罚进就追平 好球 十二平 曹芳 果子哥 吃果子了 曹芳拜托 半个身位加速 冲过去 假动作 篮下手抵手 点起两人 哎呦 陈天棒没有拿到这个球啊 我的 曹芳这个突破分球太给力了 李林 内线被打接球 转身 后仰 我厉害 高难度 打球 2 shots 好球 好球 对请求暂停 好了这个 一会我上面拿球 你俩跟那 一个往外一方里转 坐着无球掩护 不然这打太累了 你打完球 我直接冲撩过去 别给他的那个位子 一和我 光里打 看得出来这两边队长的作用 在暂停的时候 队长就是教练 糟糕 李志锦 调整一下呼吸 不要着急 两边都放满了 去那边 一分十三秒 在场上 谁是指挥 谁是精神领袖 看得一清二楚 分差只有一分 有掩护 刹上 大个出去了 还是坚决刹下 篮下 漂亮 清华大学的主力内线 李志锦这么远 太难了 但是成天豹拿到了 进攻篮板球 还好 还差一分 少于一分 左手放下 不错 曹芳 三分没有选择出手 用速度过掉 左手的上篮 漂亮 太牛了 曹芳 骗犯规 李琳没有成功 没有上当 曹芳最后还剩三十秒 拉开一打一 加速 左手拖 拔起来 这个球 杨毅碰到了球 断掉 漂亮的封锁 很干净 李琳沙向篮下 现在曹芳他们队还领先一分 李琳要上罚球线 有机会去完成逆转 重新取得比分的反超 低罚没进 没关系 还有一次机会 在场下看比赛的人 就是确实是会比在场上打的人更着急 因为在场下你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可能在场上注意不到的一些细节 第二罚怎么样 李琳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两罚不中 他得背负多大的压力 上 上 能不能完成绝杀 能不能完成绝杀 自己来了 还是想要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李琳 最后只有5秒 李琳能否绝杀 绝杀的机会 又是犯规 没事 这次再一次的考验 李琳学长 罚球 只剩0.1秒 李琳刚刚错失两次罚球 这次如果能都罚中 那就基本上绝杀比赛了 看看他关键时刻的心理素质 为了自己的兄弟 为了北大的队友 重点里面 第一罚命中追凭比分 好紧张 0.1秒 喂